长高妙高 哥哥 我长高了一厘米 是尺子短了一厘米 到底又怎么样才能长高高 妈妈说吃什么补什么 吃蛋糕肯定能长高 那哥哥 你多吃点大聪 这样就能变成大聪明 哥哥 你变聪明了吗 好像没有 那我长高了吗 好像长胖了 哥哥 你这办法靠谱吗 有疙瘩 没意外 老师说晒太阳能补盖 多晒晒就能长得快 哥哥 天员 上一天不仅没长高 他毁人了 别哭呀 想长高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那就是睡觉 你叫起来就长高了 哥哥不会又骗我吧 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 三 二 一 睡 这孩子怎么浑身变黑不省人事 该不会是中毒了吧 妈妈别慌了 我只是在睡觉 大白天睡什么觉 吓我一跳 哥哥说睡觉才能长高 想长高光睡觉可不行 还得多运动 运动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运动了这么久 肯定长高了 我去聊聊 我真的长高了 运动果然有用 真的吗 那我也要跳 这两个人的智商 到底是遗传了谁呀 到底谁洗碗 今天最后一个吃完饭的人洗碗 我可以选择不吃吗 不吃 那以后都别想吃了 哪哪哪 不愧是饭头 哥哥吃饭的速度 不是一般人能超越的 妹妹年纪不大 汗量不小 为了不洗碗 我拼了 妹妹矮 多吃点长身体 哥哥笨 多吃点呼呼脑 既然我假装不小心把碗摔了 就不要吃了 不好意思 提前预判了你的预判 你上辈子是耍杂技的吧 我出来了 没想到吧 这个碗有九九八十一层 你吃到过年都吃不完 是时候开始我的表演了 那也好 怎么这么难吃啊 我早就在你的碗里 加了七七四十九种碗黑调料 包括铁膜辣椒酱油 还有今天只上下的辣条油 你能吃光算我数 你们俩的数学怎么突然这么好了 爸爸快吃完了 既然这样 咱们就不要互相伤害了 转移目标 爸爸 我给你装饭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别担心 别担心 我只给你装半碗 真的是半碗 慢慢吃 吃完记得洗碗啊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不吃药 快把药吃了 吃完药就退烧 药太苦了 我不想吃 没得商量 必须得吃 电视里的身腿瞪眼完 你帮帮我 我真的不想吃药 看 又飞点 拖延时间也没有 快吃 真好吃 能不能再来一颗 怎么还不退烧啊 来把这个药一喝了 回呼呼的 看起来好可怕 这可是我包了三个小时的中药 保证你要到病除 看 有飞机 你这孩子是不是老花眼了 这中药 咋还会冒泡泡 妈 是你老花眼了吧 吃了这么多药还没好 看来得使出杀手锏了 姑姑 再帮我一次吧 我来喂妹妹 吃三奶 我就不信 这次还不好 不行 我还是直接带你去医院打针吧 妈妈 我不打针 哥哥 你快把药拿出来给我吃 妈妈对不起 药都被我掉包了 快给妹妹吃了吧 我说怎么一直不退烧 搞半天是你俩搞的鬼 妈妈 我错了 我以后一定乖乖吃药 好 没有 太厚了 太厚了 金丹 或者是你帮助他